為了要鼓勵成功 雷正部之前拿出了 不應徵的治療保護策案 這引起了很多討論 今天在立法輿有一個人說聽話 討論林港省是保護的可行性 不過以後和後來也有疑惑 希望政府一定要有相關的配套作息 那沒有林意保護 見不可能還會被難用 四十歲就休假 因為下班結婚 有個很想要有小孩 把做過七八百的事管嬰兒 才要將軍一百萬 但是算是一百萬都沒成功 讓他的心心受到很大壓力 每次你做完以後 他最後要驗血 確定你有沒有懷孕 那個就很像是聯考放榜 那知道了當然很高興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又就很失望 其實跟住宿這一樣 想不到有小孩的人還沒救 根據統計 台灣一年平均差不多七千人數 來治療衛生的這個問題 那就是平均每七對 女兒母就一對是無法 爭上生小孩 而且每做一般的事管嬰兒 都要花十萬塊以上 對想要生小孩的女兒 來講是一筆很大經濟負擔 那為了提款信用率 雷進博想要定人家生小孩的補助 不過他現在認為說 政府應該就要先說清楚 未生小孩 到底是不是算一種疾病 必須要接受治療 是不是他有一些必須要做 就好像我們要協助一個人 他有肝癌 我們要幫他開刀 他是不是應該要給他支援 另外沒有這麼煩惱 政府要怎麼定保障的對象和範圍 如果沒有優勢補助 這件保護強行的優勾會給亂營去 雖然對人家生小孩的補助 還在討論的改端 不過以外跟學界 還是有部分的議論 希望政府提出更加完成的 相關配套措施 如果沒有更加多信用補助 強行的支持提款信用率 所以是無法提升、告別的訴訟 記者綜合報導